因为网络的这个世界 真的是无缘或缺 还是很容易受骗这个 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 你还是就是不要拍摄 全国性的一个警政机关 安排人员去做一些网络的巡查 原则上网站这个是 还是我们警政部 持续在做一些扫荡 信波学士伴随着MeToo议题 大家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最近这几年因为数位的普及化 使得儿少性剥削犯罪案件 居然是逐渐上升 像是112年有关儿童 还有少年性剥削的案件 从1879人上升到了3346人 多了快要两倍之多 听了是不是觉得好可怕 儿少性剥削也是人道救援的一环 如何积极的预防儿少受骗 快速的下架不法的影片 都是跟时间赛跑的救援项目 私密影像在社情网站 十足流窜 让被害人身陷入居之中 并且雇用未成年少女 做台陪酒 牟利赚钱 讲儿少性剥削 就要回到104年以前 这个法律叫儿少性交易 那从那个名称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 跟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 在104年做一个很大的分野 以前把儿少性交易 当作是一个平等 透过性作为一个交易 作为一个对价交易 那对这个被害人有一些污名 那在104年之后 我们把整个翻转 认为儿少性交易 不管它意愿如何 有没有对价 它就是一种剥削 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 因为孩子毕竟发育 身心的发育 并不是那么完整 他不管他同不同意 有没有意愿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剥削 儿少性剥削有四大类 我们把它想成四个圈 第一个核心圈 最理的那个圈 就是使儿少为对价的 性交或猥亵的行为 你可以想象到实体的 这是第一圈 第二圈就是利用儿少性交猥亵 这样的行为工人观览 你就想象得到就是 像过去的牛肉场 或者是钢管表演 现在有更多的线上的这种 这个搂络的一些节目 但是主角色儿少都是利用儿少 做这样的一个工人观览的一个节目 这是第二圈 第三圈就是性影像 现代科技很发达 不管是自己拍或者被骗的拍 拍摄制造 甚至这个散布 播送 然后甚至实体交付 或者是去贩卖 这个儿少的性影像 或者是跟儿少的这个会引起 看的人会有一些性欲 引起性欲或者羞耻感的一些图画 语音或者其他物品 我们说的这个第三圈 那第四圈就是儿少性剥削之余 也就是使儿少去坐台陪酒 或者是跟这个色情有关的 半游半唱甚至半舞 这种其他类型的这种儿少性剥削之余 一共四大圈 那这四大圈所有的都叫做儿少性剥削 随着时代的进步 通讯软体发达 交友复杂 金钱诱惑 都让孩子们更容易走入性犯罪的陷阱 如何让全民都能在使用网络时 得到安全的保护 是大家必须学习的课题 最常见的就是网恋 就是说我们都是男女朋友了 我都叫你老公老婆了 所以我们都可以坦诚相见 那网友可能就会 拿那个裸露的照片 说我都拍成这样 那你也拍来让我看一下 但是其实网路是一个匿名性 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 他那个照片到底是他的还是别人的 所以这里其实很容易被诱骗 那另外就是 就是说 像要诱导去当模特儿啊 还有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在手游认识的 然后就加社群当朋友 那甚至还会看到就是视讯裸聊 那甚至现在因为这个线上的这些 这个技术越来越高明 像有很多像变脸 就是像这个身为技术的这个部分 也有一些像知名人士啦 或者是你同台之间为了报复 那他就把你脸变了 然后就把你的影像就放 照片放到网路上 建议可以直接向卫生福利部的 性影像处理中心来做个举报 那性影像中心接过这个举报之后 后续就会进行相关的影像的一些 比如下架或是一些网站停止解析的一个流程 甚至后续有需要我们警方做一些偵办的话 性影像中心会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情资 pass过来给我们警政单位 那我们警政单位会再来做一些后续的一个查处 那另外建议就是说假如在社群软体上的话 现在一般社群软体它大概都会有个举报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个议题上它是属于儿哨性剥削 你直接去弄举报这样的一个选项 让社群软体的公司后台 他们会有类似法务部门的人 可以去检视这个是不是儿哨性剥削的内容 那后续他们就会去针对这些不肖的分子 相关的记录 登陆的一些记录或是这些影像 他们就会做一些保留 甚至通报到当地的一个主管机关 113年新修正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仿制条例 部分条文实行日期目前上代行政院订定 但中央正在积极准备 未来将在网络上主动寻查性影像犯罪的嫌疑案件 并依法透过跨部门合作提供相关协助 将防范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 目的就是希望能提升防治的成效 不拍摄不上传不持有这是最好的方法 那但是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性影像的 这些恐吓威胁的时候 记得就是你一定要收集证据 像如果是一些社群媒体你就是要截图 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报警 全国性的一个警政机关会安排人员去做一些网路的巡查 针对一些儿童性剥削的内容的一些网站去做一些调查跟做追击 所以原则上网站这个是还是我们警政都有持续在做一些扫荡 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调查的一些困境 现在这种网路无国界而且这种社群软体很多都是境外的厂商 甚至网站的东西也是境外的公司 所以变成说假如万一这些公司它没有保留相关使用者的一些记录 或是说我们跟当地管辖国家在司法的一个编系上角 没有一些窗口跟接触的话 势必也要花一些心意去做一些处理 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去调阅到资料 不过我们台湾现在在我们警政署 其实也持续有在跟各个国家都有保持相关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合作 所以原则上请各位民众假如发现 这些网站或是社群软体不当的这个儿童性剥削内容 还是鼓励大家能够一起来做个举报的动作 那再由我们警方再来做为做一些后续的追查 我建议孩子先不要慌张 然后犯血的账号 大概一般都是用一些社群软体 比如说Facebook或是Instagram 或是现在有很多APP 今天孩子就保持冷静 先不要封锁这个犯血的账号 然后赶快做一些截图的动作 然后就立即赶快报警 那我们警方就会根据孩子的提供的相关资料 制作笔录 然后再根据孩子所提供的相关的 这些使用者账号的一些识别的一些识别码 我们再赶快来做钓业资料动作 然后才能够去把后面真正的犯血找出来 所以请孩子一定要勇于来报案 那当然我呼吁孩子 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已 而去退却或是怎样 脚真的很过不去 还是要求助当地的老师 学校的辅导师 师长 协助孩子能够去度过这一段的困难的时间 儿少性剥削已经是全球性的社会议题 新形态的网路社交平台推播 也是造成受害者更多元的大关键 所以针对要给儿少使用的数位产业 都必须要采取所谓的安全设计 这也是防堵的第一道关卡 然而当性剥削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 都一定要记住 性剥削 性勒索 通通都是犯罪的行为 做错事的绝对不是孩子 我们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孩童 每一个个体 才能够有效地降低 性剥削的发生率 而且不分男女 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 请不吝点赞 一下